回顧一下上個禮拜,他上個禮拜就是做這三個按鈕,關鍵就是這三個,所以考試的話將來就是這三個按鈕要把它做出來,這是VBA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ECL的函數部分的話,我們有做兩個部分,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這個,那這一個前面的部分是公式,這公式把它做出來,向下填滿,那這邊的話是用三波的函數 所以大概如果考試的話,假設考試這一題的話,第一個你把這個做出來,跟這個做出來 那這兩個基本上呢,他佔的比重就是各25分,所以總共30分 那如果再來的話,這邊這個東西的話,再佔百分之,這個百分之40 那Function的話佔百分之30,所以如果這邊的話,假設我今天需要按下這個按鈕,他自動幫我把它 輸入這個結果,不過輸入的結果是一個什麼呢? 其實他是丟一個公式 就是把什麼呢?把這邊做出來的公式,動態的丟到這邊來,所以你需要跑個回圈 For I等於13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輸出什麼呢?輸出這個公式,所以把公式貼上去 另外可能你需要改列號就可以了,所以把那個列號13列 這兩個數字,用I來代替 基本上這樣的話呢,把它輸出,就可以看到結果 另外的話呢,還有一個是 清除啦,把裡面資料清空,然後再來就是輸出裡面的結果 那這個實際上跟剛剛的月考公式最大不一樣是 剛剛的月考公式是輸出公式到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是直接怎麼樣?在VBA裡面呢 幫我們用公式,那公式邏輯其實跟什麼?跟這個 上個禮拜講這個是一樣邏輯 我講過這個,如果說呢 你的儲存格是固定的話,我用Range 如果不是固定的話,我用Sales 那就把什麼?把這個邏輯呢 把它搬到這邊來 動態的把結果給輸出 看到結果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上個禮拜講的重點 那基本上呢 我有把那個最後完成的結果呢 也是一樣放在雲端上面 我有給各位一個雲端連結 那基本上的話呢,上面的畫面 就我們上個禮拜做的 你就把在這邊做完,上個禮拜就完成了 所以上個禮拜作業基本上到這裡 那今天的話呢,接下來就是那個 有關那個自訂函數部分 那自訂函數的話呢 大概我們把它清除掉一下 所謂的自訂函數執行的話 就不是按按鈕,而是什麼?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呢,我需要做出兩個東西 一個是 叫月考函數 一個叫月考函數範圍 那這兩者有什麼不一樣呢? 第一個啦,如果希望使用者定義要出現的話 那你一定要在VBA裡面 插入那個程序名稱 那個 你的類型就是要是Function 然後呢,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我要三個成績 月考一 月考二 月考三 所以你等於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只要沒有輸入錯誤 那你直接按確定之後 他結果就是什麼 幫你把結果 本來算完放在這個Function本身 再來他會怎麼樣 幫我按確定之後呢,丟到這個儲存格 OK,所以 目前當然 Function只會產生一個結果 如果你要產生其他結果,你可能還是要向下填滿 當然這個地方就不需要 跑個回圈啦,因為 Sup裡面是要自動跑回圈,可是Function不需要 Function其實是向下填滿 所造成的結果 那 再來的話呢 除了這個制定函數 有這個 有這個 之外的話還有範圍 範圍的話呢 你就選取 選取這個範圍就按確定 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一樣的結果就做出來 不過呢 當然 第二種方式的好處 就是說 你不需要 怎麼樣 一個一個的去選取 你只需要什麼 刷一下範圍給他 那這個 用範圍的方式好處就是 你將來 如果你的資料量比較多 我像月考如果不只三次啦 可能10次20次 其實要看平常考 那當然你如果說一個蘿蔔一個坑慢慢點的話 其實蠻花時間的 所以也許可以把它改成類似這樣範圍的方式來做 那請 因為這個 方選部分呢 之前我們上課呢也有講到 所以請各位呢稍微試一下 基本上方選的概念 基本上就一定是要需要 引述部分 譬如說引述部分 你就給幾個引述 它會自動出現 所以在放在哪裡呢 放在方選後面刮糊 所以這個名稱的話實際上是放刮糊裡面 那我們選的東西會先丟到這個引述 再做後續的處理 那這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請各位先試著把 上個禮拜的部分先打開 然後呢今天我們接著就來 來看這個 有關 制定函數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看到的東西怎麼做出來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在使用者定義出現東西的話 前面講過一定是方選裡面會有 有東西 所以 裡面的名稱一定是月卡函數 所以呢我們第一件事如果你要做這個 第一個月卡函數出來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需要呢 在這個方選裡面 會需要做一點東西 第一個的話你可能先需要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那程序的名稱你可能要打一個月卡 三個字號就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要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我們這邊的話也重來做一遍 那後面的話你就加了這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是要自己加上去 所以你只要 要了解那個邏輯 然後順序 分別給他應該要的東西 他就會給你正確的結果 所以 一 插入這個月卡程序 二 加入這三個引數 那這三個引數 實際上就是要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那三個資料呢 就是他會跳出一個視窗 跟使用者要這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他會用什麼 用選取的方式 選給你 選完之後的話 他會把68 放在月考一 然後100分放在月考二 85分放在月考三 那實際上他就是這個引數的作用 有點像是暫時把資料放在這裡面有點像是 你們用那個剪貼不一樣嗎 Ctrl C 他會自己幫你放在記憶體 所以實際上這個就是引數實際上也是記憶體裡面的一個空間 暫時可以放68 所以你把68100 跟85就暫時放在這個三個資料裡面 那放這三個資料裡面要做什麼呢 他給你的嘛 那他是希望怎麼樣 是要你幫我計算出什麼 計算出 我們要的那個結果 那個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 把這個層積乘上這個層積 加上這個層積乘上這個層積 加這個層這個 那所以呢你需要在後面做完 做完之後呢 再把它什麼 返還給誰呢 給月考函數自己本身 所以基本上呢 我會先把月考函數 複製貼到這邊 前面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先 把月考函數 用複製的 複製的話 其實就是 Ctrl鍵按住 你可以有個複製 那實際上你也可以CtrlC CtrlV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等於 等於就是剛剛我們做的這些事情 就是月考一要乘上什麼 乘上一個比重 比重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我先把這月考一二三 一樣複製過來這邊 用這邊來改會比較快一些 把它乘上什麼 乘上 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基本上 不會改變的話 那我習慣用Range 如果是固定的位置的話 那我用Range 如果說你是 會改變的位置的話 那我會用Sales 比如說配合回圈的話 好 那這個位置告訴他這個位置是D11 那你可以怎麼樣 再加上什麼 月考二 乘上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一樣參考 複製貼到這邊好了 拿來改 有時候比較快一點點 改哪個地方呢 把這個D11改成E11 然後面的話一樣 再乘上什麼 乘上F 把它乘上F11 那這個邏輯就是之前 我們在做那個公式的時候 用的方法是一樣的邏輯 所以基本上呢 他會月考一 月考一乘上D11 這個乘這個 所以他會用引述的方式給你 月考一二三 那做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 這個Function就寫完了 大概就這樣而已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了解那個邏輯就可以了 就是說 插入一個程序 給三個東西 然後呢 分別把資料帶過來 帶完之後他會先計算好這邊 所以他的邏輯一定是 先把這邊計算完之後 會丟給這個月考函數本身 那月考函數呢 因為我 游標儲存格在這裡 所以他會把最後的結果 再幫你丟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當然只會產生一個 所以你必須呢 就自動填滿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我們 當然如果你要確認是否正確有個方法 你可以這邊前面一樣可以設個中斷點 讓他停一下 然後把它插入函數 這邊的話又有函數 給他1 給他2 給他3 他會丟資料到這邊 先存起來 存到123裡面 按個確定 那因為我這邊是個中斷點 那你可以 可以游標放在上面 他其實會怎麼樣 會顯示裡面的相關數值讓你知道一下 然後你確認沒有問題之後呢 再按那個F8 F8指的是下一行的意思 那F5的話是全部執行 所以我們F8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會把結果呢 返還給誰呢 給月卡 所以 計算完了結果是 84.4 他會丟給月卡函數 那月卡函數又會丟到哪邊呢 因為他游標現在儲存格在這裡 所以他會把結果丟到這個裡面 就可以完成整個流程那我們只需要向下填滿 就完成了這個F5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是一個那個制定函數的那個 一個流程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